这里是苏可泰的历史公园 苏可泰历来有先罗文化摇览之称 这里位于首都曼谷以北 距离大约有540公里 在这个历史公园里 有很多著名的寺庙遗迹 让人惊叹 比如有马哈泰寺 西沙瓦寺 沙西寺 金池寺等 游览历史公园最好的方式是 租一辆自行车 在里面慢慢地游览 除了这个历史公园 苏可泰周边也有很多的历史遗迹 今天先跟着我游览历史公园 决定从青迈前往苏可泰 一早打了辆嘟嘟车 20块钱到了汽车站 从青迈到苏可泰 最方便的就是坐汽车去 这里有两个长途汽车站 去苏可泰的是在二行 两个车站离得很近 车站离古城大约四五公里 没有提前买票 一早直接来到了车站 看看能赶上几点的班车 去苏可泰的售票船口 一直往里走 大概有两家客运公司 都可以到苏可泰 基本都是同样的车型 9点半 卖了9点半的车票 就是这辆大巴车 可能现在游客不多 每天前往苏可泰的长途车并不多 9点半汽车准时出发了 车上每人还发了水和小吃 从青迈到苏可泰大约要开五个多小时 中途停了几站 上来了不少乘客 下午将近三点 长途车停在了历史公园门前 我这次也没有提前订酒店 准备到了再说 因为之前来过 对这福气还比较熟悉 长途车的终点是苏可泰新城 离这里还有15公里 下车就看到一个家庭旅馆 因为就在历史公园门口 如果干净就住下来 好像确实没有什么游客 接待我的是两位老奶奶 这位奶奶说 他们家400泰铢 80人民币 去房间里看一下 是一个家庭旅馆 下车就是 简陋一点 整够小的 走住一晚吧 自行车 六个行李天 没怎么休息 就租了一辆自行车 租一天六块人民币 哇 确实方便 古城这里有个长途车的停靠点 前面有回曼谷的售票处 按摩的 就在住宿前面100米 就是这里卖票 去曼谷和去青迈的都在这里卖票 还是睡一个舒服觉吧 买一个早班的 去曼谷的长途车 白天一般 夜里一般 从苏克泰到曼谷 大约要开八个小时的车 所以还是选择了坐白天的车 古城其实就是守着历史公园 门口一条小的商业街 这条街也就几百米 有寺庙 有集市 有各种门脸小店铺 苏克泰 新城老城都没有火车站 如果坐火车 要离开这里有几十公里远 这是古城比较大的一个集市 这是卖菜 这些当地人自己的集市和小吃都很便宜 集市旁的一个休息地 以前这里湖面水非常多 现在有点干涸了 现在来到的就是苏克泰历史公园门前 相比泰国其他的热门旅游地 这里确实比较冷情 因为交通也确实不方便 从曼谷坐骑车过来也要八个小时 这个历史公园对外国人是收门票的 100泰铢和20块钱 骑自行车进入需要收2块钱 进公园转一下 当天有效 这个门票当天有效可以多次进入 遇到一群当地的小学生 可能在上历史课 我这个是手拿着运动相机自拍的 公园里也有旅游车 车上有导游 不过大部分人是骑自行车自己逛 拿个地图就可以 苏格泰历史公园里的寺庙 佛塔和宫殿 数目非常多 建筑也相当的雄伟 整个公园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骑个自行车 逛半天是最好的选择 前面遇到了一群流浪狗 对我虎视眈眈的 还是避开为好 先骑着行车 在公园里的主干道转一圈 这里真是寻幽探秘的好地方 今天有点可惜的就是天气不好 所以比较阴暗 不过好处就是相对凉快些 苏格泰历史公园里 有几个主要的寺庙 另外还有大小佛塔 198座 其中最为壮观的 应该是马哈塔寺 就是眼前这组庞大的建筑 边长有200多米 位于公园的中心地带 它是苏格泰最重要的王室寺庙 这个寺庙建于13世纪 也是苏格泰最大的寺庙 寺庙前有个水池 倒影非常漂亮 马哈塔庙 我们进到这个马哈塔庙参观一下 素材王国很重要的一个 印象中在泰国有过好几个马哈塔寺 曼谷有一个大城有一个 估计意思都差不多 算是王室寺庙吧 这个寺庙建于1345年 属于皇室宗庙 四中原有200多座塔 十处增院 但如今大部分都仅剩地基而已 目前还能辨识的 主要有纯素格泰式的主塔 里面有很多的大小座佛 虽然大部分都被损毁了 但是还能看到非常庞大的感觉 大厅两次有两个高高的佛像 这两个佛像也都有十多米高 我们走向主殿看一看 面前有一个巨大的座佛 造型生动优美 九经岁月和风雨模式的石柱 距离在大顶两侧 石柱上的斑驳雕刻着历史的痕迹 望前可以看到 寺庙中心一座巨大的佛塔 中央塔是由苏格泰王国的 首任国王建造的 另一侧对称的历佛 还有不少的作佛 马哈塔寺建筑相当的雄伟 设计也让人叹为观止 人里有很多佛祖的坐像 寺庙的建筑风格也深受印度的影响 这里虽是残缘断壁 但也不是庄严 从空中看这个马哈塔寺 和泰国到处的金色寺庙相比 这里寺庙的遗址显得更加震撼人心 历史公园里除了这个马哈塔寺 还有西沙瓦寺 沙西寺也值得去看一看 公园里都是古树参天 前面到达的是西沙瓦寺 和这里其他的建筑风格不一样 这里是柬埔寺高棉王国的风格 这个西沙瓦寺也是建于12世纪 13世纪 寺内有三座高棉风格的佛塔 这里还有很多鸽子 有一点类似吴歌窟的感觉 沿着西沙瓦寺走一圈 寺旁还有一棵古树 树冠很大 树下非常凉快 现在已经接近傍晚时分了 去前面的另一个寺庙看一看 公园里随处遇见骑自行车的人 前面就要到了沙西寺 沙西寺是建在湖心上的一个小岛上 这里还有很多的椰子树 椰子树在湖中的倒影很美 眼前的雕像姿态很美 沙西寺里有一尊大佛和一座佛塔 另外公园里还有一些小型的寺庙和佛塔 这边有好几个水池 傍晚时分 公园的北侧迎来了集市 这个公园有好几个入口 到早晚的时候基本也没有什么收票的 当地人也都是免票的 这是傍晚时分在这里的夜市 这个夜市的环境非常好又干净 刚刚六点钟就已经很热闹了 宿可泰的物价很低 加上来宿可泰的交通都是大巴 大巴票很便宜 住宿也便宜 所以很多人说苏可泰是泰国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旅游地 我从青麦到苏可泰 包括从苏可泰去曼谷 车票都是不到70人民币 我买了份小吃 在河边吃一点 别说还挺好吃的 明天准备几个大早 骑自行车去城外看日出 吃着变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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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